关于去世的人照片的处理,我们应该考虑到家人的健康并采取妥善的措施,比如封存或焚烧,欢迎订阅佛物禅众生,带你禅物更多的佛心慧语。 在处理一项时,需要遵守一些禁忌,比如不要保留一项,不要经常寻找并翻阅一项,也不要把它们放在明面等等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物禅众生。 民间传统中有一个观念,即卧床不磕头,堂堂不挂肖像,这句话的意思是,当一个人躺在床上时,是不能磕头的,因为这种做法是非常忌讳的。 只有死人才会躺在床上让人跪拜,此外,亲人去世后留下的肖像也不能随便挂在客厅,因为按照传统观念,如果把肖像挂在客厅,会影响后代的运势,然而客观地说,亲人的肖像也不应该随便摆放, 那么,亲人的肖像放在哪里最合适,有什么讲究呢? 我们都知道,祠堂是供奉,祭祀某姓祖先的地方,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祠堂,因此,在祠堂里摆放亲人的画像是很常见的选择,将他们摆放在祠堂里,不仅方便祭祀,也能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,让家族成员更加团结。 继承祖先的遗产 在墓碑上刻上亲人的肖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,在扫墓或特殊祭祀的日子里,可以让后辈看到亲人的遗像,增加对亲人的记忆,特别是带着孩子的时候,更能感受到浓厚的亲情和孝道的熏陶。 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,亲人去世后,为了纪念死者,会专门留出一个房间或柜子,存放死者的遗物和遗像,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保存,不易损坏,并且在祭拜的时候也能很容易找到。 一项是指使者生前留下的画像。 一种纪念使者的物品,一般来说,在丧事悼念活动中会摆放使者的遗像,一方面是表示对使者的尊重,另一方面是用来缅怀和纪念。 中国人对先人的牌位和遗像的放置有严格的规定,那么,在丧事活动结束后,遗像该怎么处理呢?是直接烧掉,丢掉吗?还是将其收藏起来,或者放置在其他地方?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遗像应该挂在大厅的中央,因为在过去的农村地区、家庭的厅堂里经常挂画像,所以很多人认为在厅堂里挂一项是最合适的选择。 其次,在某些文艺作品中,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大户富贵人家的太老爷,老爷去世后,遗像似乎是被挂在厅堂里的,以至于有些人误以为遗像应该挂在厅堂里。 那么,是不是应该烧掉遗像呢?从情感角度来说,如果死者还有亲人在世,烧掉遗像显然并不合适,遗像本是为了纪念逝者而存在的,他的存在给亲人留下了怀念的方式,也证明了逝者曾经存在过。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孤寡老人,即便无儿无女,在晚年时也会特意拍一张晚年照片,只为了留下一份纪念。 这也是对自己活过一世的见证。将遗像放在祠堂里是一种传统的做法,祠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建筑,是供奉宗祖先的场所。 我国乡村和古老村寨中几乎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,具有悠久的历史。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家族观念,在一个村庄中,如果有几个不同姓氏的家族,通常会有相应的祠堂用于祭祀祖先。 即便在现代,祠堂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,尤其是在乡村地区,几乎每个家族都会建造一个统一的家族祠堂,并且在祠堂中设有供奉已故长辈的牌位。 这样做,不仅可以让亲人供奉和纪念,也可以让整个族群能够进行祭拜,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家族血脉情感。 此外,在祠堂中放置老人的遗像也表达了对侍者的尊重和敬意,同时也反映了侍者在生前的作为和修养,毕竟名声不好,道德修养差。 品行不端的人是不会被允许进入家族祠堂的。 在过去,许多家庭会在正堂的前方设置一个神龛,也称为家仙,家中设置神龛的主要目的是祈求平安和健康,以及家庭的繁荣昌盛。 在佛刊案台上,通常会摆放香炉、竹台、牌位、供品以及侍者的名册等物品,有时甚至会放上侍者的照片,佛刊有浓厚的祭祀祖先的色彩,将侍者的照片放在家中的佛刊上,寄托了在世的亲人们对侍者的思念之情,欢迎订阅物禅众生,带你禅物更多的福心会语。 人死后,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,他们的遗像也不适宜到处摆放,最好的方式是把遗像封存起来,并且最好只保留几张,不要留太多,民间认为,遗像属于阴气重的物品,最好不要随意摆放,以免影响运势。 当然,放置遗像的地方太多,也会对人们产生心理压力,甚至是对亲人而言,毕竟,适者给人们带来的各种负面心理影响,或多或少都存在着,因此,应该用红布,白布或黑布来包裹封存的遗像,以起到阻隔阳气的作用,避免阳气影响它们,也避免遗像的阴气影响到家庭。 当然,这些说法多少有些迷信的成分,包裹好的遗像适合放置在柜子或抽屉里封存起来,到了节日或是怀念的时候,可以取出来进行祭拜或擦拭,以表达对适者的哀思之情。 人一旦离开人世,他们的物品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用处了,比如说,衣物通常会被销毁,遗像也是一样,人死后无法复生,留下适者再多的物品,只会加重亲人们对适者的思念。 长期地看着适者的物品容易让人陷入消极忧伤的情绪中,这不仅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,还会对家庭的和谐幸福和发展造成影响。 对于外人来说,看到适者的物品也是一种忌讳,因此,人死后处理一项的最简单方法是烧掉,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一项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。 中国人对于孝和孝道的文化非常重视,在我国丧氏礼仪中有守孝三年的规定,也就是说,父母去世后,子女需要回归家乡守孝三年,在古代,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定,无论官职多大,进入朝廷做官的人都必须遵循这个准则,所以,一项的保存也应当如此谨慎对待。 适者去世三年之后,亲人们通常会对适者的离开有所释怀,丧礼流程也已经结束,此时,根据家庭的想法,可以考虑将遗像烧掉,使之与死者一同回归自然,这是一种合适的处理方式。 毕竟,随着时间的流逝,一切都会逐渐被淡忘,被遗忘。 关于遗像,许多人会想到哀悼会上展示的遗像,在哀悼会上,遗像应该如何放置呢?通常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 首先,遗像应该选取与逝者年龄最相近的照片,其次,要选择体现逝者身份的照片,最后,选取逝者生前满意的照片。 在选取遗像时,一般以黑白照片为仪,少用彩色照片,也有一些特殊情况除外,遗像可以使用黑色的相框,如果条件允许,可以在相框的上下左右两侧点缀几朵黑纱花节。 同时在遗像的下方,放置一个小花圈。 然而,正如之前所提到的,客厅并不适合展示逝者的遗像,这是因为将遗像放置在客厅,可能会影响家人的情绪。 例如,在半夜起床时,人们往往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,此时突然看到死者的遗像,可能会造成惊吓和恐惧。 同时,如果在客厅摆放亲戚的画像,可能会让客人感到不舒服,不敢随便发言。 厨房是吃饭的地方,厕所是五股轮回的地方,如果将亲人的遗像放在这两个地方附近,将无疑是对亲人的极大不尊重。 一旦被亲友知道,不仅会受到批评,还会被视为缺乏教养的行为。 因此,绝对不能将亲属的肖像放在厨房或厕所。 同样的,将遗像放置在妻子的房间或孩子的房间也是不合适的,夫妻感情深厚,因此将遗像放在妻子的房间会让妻子更加悲伤。 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,过度悲伤可能会影响健康,而对于孩子来说,如果晚上看到亲人的画像,可能会产生恐惧感,从而影响他们的成长。 总结而言,一向的摆放是需要讲究的,如果摆放得不对,不仅容易闹笑话。 还可能引起他人的不适,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困扰,生活中许多事情看似简单,却充满了文化和民俗的讲究,需要我们特别注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